大家好,欢迎收听民间故事,听有鬼事,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发生过许许多多的灵异事件 据说,十字路口又称鬼门关口或者阴阳鬼路 比如烧纸或者做点什么法事,叫魂之类的都会到十字路口 所以十字路口是个特别邪乎的地方 故事发生在江西省九江市 常先生在一个十字路口的不远处做点小生意 就是用一个快餐车卖点烤串鸡蛋饼之类的食品 他说他曾亲眼目睹过好多起车祸 都是发生离自己不远处的十字路口那里 让常先生奇怪的是,只要发生车祸的时候 他总能看到一个人影 而出车祸的那些人,就是被那个人影推到过往的车前面 常先生一开始觉得奇怪 但以为自己可能是演化了,也没有再去想 直到后来,发生在他妻子身上 这才让他相信自己看到的没错 常先生的妻子在超市里做保洁员 一般晚上九点半就会下班 下班以后便去常先生那里帮忙 因为常先生做生意的地方位置不错 周围有很多KTV,酒吧之类的娱乐场所 所以到了晚上他的小吃车的生意也特别火爆 许多人都会去买点东西当宵夜吃 这天晚上,常先生的妻子下班以后 就往常先生那边赶 正在十字路口等红灯的时候 就突然觉得有人推了他一把 这一下正好把他推到路中间 整巧有辆车经过 一下就把常先生的妻子撞了出去 司机吓傻了 赶紧打了120,把人送到医院抢救 交警部门和保险公司也赶来处理事情 常先生的妻子伤得不轻 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才康复出院 出院以后,联系司机,交警部门 保险公司等商量赔偿的事 正在办理着相关业务的时候 司机突然说了一句话 让在场的所有人一愣 那司机问常先生他们两口子说 你们之前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呢 这一说,让常先生感觉莫名其妙 便说 没有啊,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平时邻里关系还都处得不错 也没和人发生过什么口角 能得罪什么人啊 不对吧 那司机说 当时我明显看到有个人 把你老婆推到路中间的 听到司机这样说 常先生的妻子也说 当时他感觉好像有人推了他一往 常先生就纳闷了 自己平时和妻子都是老老实实的 也不曾得罪谁啊 哪能有那么大的仇恨 把人推到路中间呢 在场的交警也觉得怪 问是怎么回事 司机说 你们别急啊 我车上有行车记录仪 咱们看一下当时的画面就行了 然后去车里拿出了行车记录仪 打开一看 这一看 把所有人都给吓傻了 只见画面上有一个黑乎乎的人影 根本看不出长相 但隐隐约约 看见那人影身材应该很壮 更奇怪的是 那人影是飘在空中 把常先生的妻子推到路中间的 看到这里 常先生更加害怕 证明他以前看见的那个人影 还真是真的 反正最后的事情是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的 该赔钱的赔钱 只是这事儿让大家都不可思议 那黑影是哪儿来的 难道在那个十字路口 经常出车祸是与他有关吗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阿浩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的收听